歡迎大家來到這個網上的《釋經討論會》 因為一些技術問題,所以我們現在都在這裡搞定 希望能夠幫助大家 好,那我們這次是繼續說到淑寧恩賜 而說到就是... 淑寧姊妹一齊那種配搭 我們昨天已經說了 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面的,愈發吸他加上體面 不俊美的愈發得著俊美 我們俊美的肢體自然用不著裝飾 賺神配搭者身子,就把加配的體面吸那有缺欠的肢體 我們昨天說到這件事,就是神是釣那些沒有那麼儘美的肢體 人在身體上,有些軟弱的肢體我們更加保護他的 沒有那麼漂亮的,譬如有時候有些人的面穿 他會盡量用方法可以遮住他的 這個都是人會保護他自己身體的一部分 而聖經說到就是說我們保護頂子會有軟弱的 有不體面的,有困難的,軟弱的,我們都盡量保護 那25節說出的原因,免得身上分門別類 總要肢體彼此相顧 就是說免得身體上分門別類,就好像分黨那樣 就好像有些人就聰明,有些人就多些財幹 有些人就少些財幹,有些人就做不到什麼東西 就是我們不想這樣,不想去跨大某些人 他們做到事情,其他人做不到事情 這個是我們在教會裡面需要留意的 就是說,總是建立人,總是祝福人 而不是去顯出誰聰明,誰沒那麼聰明 那26節也說到另一個觀念 就是如果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 有一個肢體得榮,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 那這裡說到這個觀念就是說 如果有人受苦的時候,我們都跟他一起 受苦就是一起感受他的痛苦 跟他一起承擔,跟他一起幫助他 就是說不要好像當是他的問題 而是我們一起去面對的問題 然後一個肢體得榮,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 譬如有一個人,他有財幹 或者他事奉得很好,他成就得很好 我們就欣賞他,一起快樂 那這個就是一個理想的情況 但是事實上有時候教會是會這樣情況的 就是說,有人是聰明 做得好,有些人就不值得他 就會說,挑他一些問題 就是他有一些問題,他有什麼問題 是去挑他的問題 那這個就是神不喜歡的,神不喜歡我們去挑 而是說,我們總是想怎樣去祝福他 怎樣去建立他 怎樣做的事情是對他更加有幫助的 那這個時候呢,神就喜悅了 神喜悅的時候,神就會大大的賞賜我們,祝福我們 就會喜悅我們所做一切 而不是說,神說,你只是顧著自己 你要彰顯自己有多厲害 那我們學習的就是,我們想討神喜悅 神歡喜我們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真的 彼此相顧,欣賞對方 有人得榮耀,有人做得好 我們就欣賞他了,有人欣賜強的 我們就欣賞他 而有時候呢,那個人是在做我們同樣的事情 就是我們在做同樣的事情 但是呢,我們都會說 他在做同樣的事情 但是呢,我就 他做得更加好 我就不介意 我還欣賞他 跟他一起配搭 就是說呢,我們跟他一起說 啊,我跟你一起做啊 你做得好啊,你教一下我 我怎樣可以做得更加好呢 那這個呢,就是一種謙卑的心態 就是說呢,願意建立弟兄姊妹 就是一起去侍奉 不是好像覺得呢,好像 好像兩個黨啊 兩個對立的狀況啊 而是呢,總是說我們不是對立的 你做得好,我為你歡喜 那麼我們都求主恩代啦 就是現在來說,有很多教會呢 其實是 是 不合一的 很多教會呢 譬如教會與教會之間 中派與中派之間都是不合一 也都 有時候是因為神學的問題 也有時候是因為人的問題 就變成了呢 很多中派啊 都不能夠一起合作啊 這也是一個可惜的現象 但是我們看到我們就說 我們可以做得什麼 我們就去做啦 我們可以怎樣影響他們 我們就去做啦 我們去祝福他們 這就是我們的心意 就是說我們願意呢 我們所做的 能夠去祝福別人 去 我們所做的一切 是建立教會 是不計較有些人呢 強些,有些人弱些 我們一起配搭,一起合作 那麼這個是最美好的狀況來的 OK,那麼 那有沒有人有問題或者回應啊? 有沒有人有任何? 有個問題的 我現在是在街上 你聽不聽得清嗎? OK,我聽到 聽到 有時候我們是同樣的配搭 那其實我們 如果是我們本身呢 其實都不介意 人家都做到 說很樂意和人家很大方啊 認證的方式 但是對方呢 相反是有些妒忌啊 那應該要怎麼處理呢? OK 那麼 對方 妒忌的時候呢 我們就盡量不要冒犯他啦 就是不要在他面前 就是好像 他可以更加顯出我們 有些什麼做得更加好 我們就 都欣賞他 去跟他溝通 做一些好東西在他身上 去關心他 那麼這些呢 是我們可以做的 但是他不受諾的時候呢 我們都沒有辦法的 就是說 他是另一個人 他不肯 合一 他不肯去接受我們 那麼這個是他的問題 我們就 不需要放在心上啊 我們不需要 介意 但是我們可以的 就盡量去建立 這個就是一個健康的 健康的基督徒會做的事了 就是說 雖然他 有軟弱的地方 我不介意 我是繼續去祝福他 那麼這個就是一個 健康的心態了 做任何事情 可以對他好的 欣賞他的 去說出他有做過什麼好的事情 那麼有時候會改變這個人的 因為人很多時候都會有缺乏安全感 人都是會很想 被人認同 當他覺得不被認同的時候 他會用方法去 就是他會保護自己啊 不開心啊 這樣 好 好 有沒有問題 好 有沒有問題 那如果 我已經做到 就是 我已經做到 我已經做到 你剛才所說的 的 那 然後 這也是 那 雖不需要 是 如果沒有再上一級的主持人 所以我們要 我們要 就是 不要再上一級合作 但是又不是絕對 就是我選擇 讓一些人合作 是 絕對是我們可以的 就是我們是可以選擇能夠跟我們合作的人 我們 尋求與更多人合作 但是有些人不願意合作的時候 我們都不計較 因為合作團隊 是很重要的 合一的 很重要 能夠彼此 變立 欣賞 扶持 譬如 像我這樣 我是 就是 我選擇了聖年充滿的路 其實我曾經有機會在傳統的教會 是可以 有侍奉的 不過他們 初初就說可以給我 有聖年運作效率 就不給 那時候我就辭職了 這個是我經歷聖年充滿之後的 有一個 有一個傳統的教會 他邀請我去參加 去做他們的牧師 那我就去 就是 見他們的執事 還有他們有一位在外國的牧師 就是 在外國內中回來的牧師 那我跟他們談完我的路向 我解釋給他們聽 聖年的經歷 他們全部都說可以的 但是到真的走路的時候 他們就很多不可以了 那到最後他們肯定不可以的時候 我就辭職 因為我說 因為我 真的 我 那個 侍奉 如果我不能在聖年中運作 是困難的 而有些人 譬如說 團隊裡面 有人 是不能夠 大家互相扶持 互相欣賞 建立 是批評 如果他是刻意地做 持續地做 我 知道了 我一定會處理 但是如果真的 他刻意地做 他刻意地不肯改變的時候 我是會跟他說的 我是會跟他說的 如果你想留在這個群體 我們是需要合一 這是聖經的教導 你能不能夠跟我們合一 不是我們適合 我們一起去尋找神的方法 我們互相謙卑的 去互相欣賞 互相支持 你願不願意呢 如果他不願意的時候 我是會想他在我的事奉 裡面有份的 因為這樣會造成破壞的 如果我去 譬如有些 教會 譬如有時候他請我講道 我也會問清楚 你聖靈的運作會怎麼樣 我教導上 怎樣是會配合你們 我會配合他們的 如果有些群體是 不能夠合作 那我是不會跟他們合作的 他沒有辦法接受到 我們任何的方式的時候 他都不會讓我合作的 而個人來說 譬如說 譬如一個不是牧師 那個群體是沒有辦法接立到他的時候 那他是選擇 到底他是不是留在這個群體 而同一個人 另一個人 那個人是有批判性 是沒有合一的心的時候 我們是考慮是否跟他合作 其實我回答了幾個情況 好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很清楚 謝謝牧師 謝謝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沒有人有問題 如果是 譬如兩個人說話 大家其實 都傷害了大家 但是大家又不認自己的錯 大家都覺得自己沒有問題 肯定會反面 肯定會反面 這樣的時候 譬如作為 旁觀者 旁觀者 你不是其中一份 沒有參與在內 但是就知道一件事 OK 作為基督徒 我們是盡量想幫助人 和解和合一 那 看看我們在兩個人當中 的關係 和有沒有權兵 譬如 你作為一個 就是一個教友 另外有兩個教友 互相針對 不配合 之類 我們作為一個 評訊圖 我們可以去 圈道 那如果真是 真是他 不接受我們的意見的時候 我們可以交給傳道人 因為傳道人 就有這個權兵 管理他們兩個關係 那 就是說 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做 但是如果我們不能做的 那個權兵沒有的 我們就交給傳道人 而另外一點就是說 有兩個人 他們互相針對 又不肯認錯 那我們就看這兩個人 有誰肯聽我們說 他肯聽我們說 我們就勸他 可不可以 有任何地方錯 百分之一 可能令到對方不舒服 都認錯 就是說 對不起我又令你不舒服 那這個是一個 可以開始的一步 或者欣賞對方做的事情 那希望對方 因為這樣的緣故 而軟化 這個是希望 但是有時候 人就是肝硬 其實 其實教會有很多問題 就是人的肝硬 不肯聽神話 最終他都是要面對神的 到有一天神會質問他們的 但是 但是在世上來說 我們做得多少 因為別人的問題 我們是 不能夠負責他的生命的 就是人總有他的問題 我們不能夠揹著人的淡子 也都 最後那個決定是在他身上 他們改不改 我有沒有回答到你 牧師如果是 他 都是 作為 牧師傳道 那樣呢 就是牧師傳道之間有問題 是這個意思嗎 是 是的 是的 OK 這樣的情況 作為教友可以做的 就是 如果知道有些情況 是可以去 將這件事 首先可以個別 勸導他們 如果他們所做的 真的很明顯 我們可以個別 勸導 就算牧師傳道 他們 都需要接受 平信圖的勸導 為什麼呢 譬如 平信圖看到他們 發脾氣 針對某一個人 這個是 不合乎聖經的教導 平信圖都有這個權力 去跟他說 但是呢 因為始終是 就是我們有這個權 因為我們有這個基督徒身份 但是真正處理的時候 那個權力都依然在教會身上 所以 當傳道人是這樣針對的時候 我們能夠做的就是 將它交給執事會 或者那個教會的管理系統 他們去處理 而 如果交給他們 他們又不處理的時候 容許這個教會 傳道人針鋒相對 這樣的時候 就是一個 教會沒有處理它內在的問題 容許一些內在的問題 繼續存在 這個就是教會的問題 我有沒有回答到你 謝謝神 自己回答 嗯 當我們知道教會有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決定 到底我們在這個教會的參與是怎樣 這個是個人 決定尋求神的心意 好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或者回應 OK 我們一起祈禱 我們親近處 我們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耶穌是很想和我們合一的 聖父聖子聖靈是合一的 神是想 所有的兒女都合一 不過 不是所有的兒女都願意合一 因為很多兒女都是心 太過狹窄 很多 忌怨 不能夠放下人的問題 耶穌也有警告的 聖經有說到你不饒恕人的過分 天父也不饒恕你們 你用什麼良器良給人 神也都用什麼良器良給我們 就是我們良給人 經常都是計較人的時候 神就會計較我們所做的一切 所以其實是很危險的 就是這個 我們都可以勸導人 是很危險的 當我們去計較人的過錯的時候 神會計較我們的過錯就會很有問題 其實我都遇見過不少的基督徒跟我說 那個人真是壞 這個人不好 傳導人什麼不好 我們可以做得我們影響他 但是同時我們 計較對方的時候 也是神可以追討我們有沒有犯 我們在這個人際關係上有沒有罪 神也會追討 所以我們盡量用一個平和的心 就是他的問題 他的問題 我平和地 我只是祝福 我不計較 我不發怒 我不去傷害 我只是用一個平和的心去處理 這樣是神喜悅的 好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求主賜給我們合而為一個心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多謝天父 神你真好 神你真好 神你是愛我們的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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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 祈禱 祢 祈禱 祛 祈禱 祢 祢 祈禱 祢 我们的心,恩待我们。 这首诗歌,合而为一的心,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相宽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和平彼此联络, 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相宽容,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和平彼此联络。 揭力保守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揭力保守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主耶稣帮助我们,合而为一。 在神里面,合而为一实在非常美好的。 帝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何等的美, 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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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好 offer,皆等的美,何等的美。 有祂的地方甚至不體面的,我們都盡量去幫助祂,盡量包容,盡量去保護祂們 求主幫助我們互相堅立,互相欣賞,揭力保持這個合而為一的心,合而為一的關係 求主與我們一起,賜給我們平安的心,不要計較別人有多厲害,也不計較祂的罪 但我會幫助祂處理的罪,祂的罪是祂的問題,我不需要因此而生氣,我不需要因祂的罪而不遙恕祂 我們一樣遙恕祂,但我們幫助祂悔改,離開祂的罪,求主施恩賜給我們智慧,如何與有問題的人有罪的人相處 亦如何揭力保守一個群體的合一,揭力保守群體能夠彼此相愛,互相欣賞,一起扶持,一起侍奉 這是非常美好的,多謝主,求主祝福我們,合而為一去興旺福音 叫神的道興旺,多謝主,讚美主,感謝主,哈利路亞,來奉主耶穌聖名,阿門 多謝天父,多謝天父,好,有沒有人有任何的回應或者分享? 牧師,你知道現在我們看到你的樣子了,我用手機也看到了,你知道吧? 好,我假設 是啊,看到了,就是你正式開始分享的時候,已經看到你的樣子了 OK,好,好,謝謝你 我用手機的 OK,好,因為我現在轉了方式 不過呢,就算很多事情要搞,其實 就是試了一次,我知道下次怎麼樣了 OK,好,祝福你們 多謝你們,我們能夠合一,我們這個群體 Zoom這個群體,和我們復興宣教士工的事奉操練課程的人合一 都是一個美好的事,我們一起合一 去興旺福音,興起更多人,這個是美好的事 為主幫助我們揭力保守這個合而為一個關係 多謝主,好,拜拜 拜拜,祝福大家,拜拜 拜拜,謝謝牧師 拜拜 多謝耶穌,多謝耶穌 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